文明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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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在当下 念对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品质的流漏 或者是他的知识 只有这点 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 那一刻 你师父执着教证了 但是一定要等空有 要抬过所有 他到最后 没有空也没用 这些都是迷你 刚开始学习 需要很多次第的行政 需要一些接力 需要一些学一些东西 其实你们在这个稻草 比如说我们这个稻草 你待久了再去吃大事业 因为发现很多的东西 抬过所有跟说吃饭睡觉 没什么区别 跟说世俗的东西 没什么区别 真正的稻草都这样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 说出来是更有意义的 但你的头脑里有一天 没有任何东西是更有意义的 没有任何东西是更高尚的 或者更低级的 没有办医法是不平等的 这才是稻草 这才是产生稻草 其他的那都是学理论的 那都叫学校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你才会知道 在其他地方学的是什么 所以没有艺术 都是艺术 到最后这都是艺术 所以最后行为艺术才会出现 就是平等 没有一法不平等 没有六道 没有人道 没有天文道 没有地狱道 没有畜生道 没有这些东西 是你心中有 你心中不分别 怎么会有呢 看看你们 看看我们头脑的执着 多执着那些东西 然后还把它 体现在我们的行为 跟脸上 实际上 我们心中有 一万一千一亿个相 啥也不存在 平等 就像我坐在这儿的时候 行径说两句话 持证说两句话 那个小孩子说两句话 而且逗逗乐 他说两句话 其实 在内心一样的 包括我在这儿谈空 所以我没觉得 谁说的更高级 哪个更低级 大家一样的在游戏 只是触碰到谁了 触碰到你的执着了吗 谁碰到了谁 看一看哪个人碰得更厉害 哦 他碰到了他的执着 这就叫当场 没有理论 只是碰撞执着 因为你是佛 只有你的分别执着不能正当 碰到你的执着了 什么都是你的善知识 所有都在成就你 每一个角度 都是在修正的一个最佳时机 就是你在恐惧什么 你怕什么 都是要问的 你怕什么 你在恐惧什么 你执着了什么 你在乎什么 都是 上去问自己 然后按主张 你就解脱了圆满了 不是就是这样 休息就是这样的 一定要这样子 不断的休 不断的休 就解脱出来了 没有什么 但是在我们没有解脱之前 也要慎重 所以小孩子 我还说 对有些你承受不了的 是人先避开 为什么佛还让他的孩子 他的弟子离去去呢 承受不起嘛 一进去就迷失了嘛 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没什么的 只是说 有时候有些角度 有些方法 更好的去帮助到别人 帮助到他们 既然来到这个世界 再做一些事 进最大楼没来 就这样 别做得跟世俗人一样 好歹也修行了吧 别是做有事 就这样了 也别太放纵自己的欲望吸气 也别怕 有就有 不怕 但也别太放纵 因果太厉害 不可收拾 你能不能扯受那个果 因为它会牵引你 牵引你扯毁这个 扯毁呢 牵引你的心 散乱或者是 走向某一个角度 每一份圆 都会牵引的 改变你 全世界就会改变你 会让你无力 或者会让你颓废 会击垮你 情是最后击垮人的 让你没有心力 做不了事 等等 所以随心所欲 做并不是错 是 你不在于你的 不用怕 也不用 但是有时候也要 战胜自己 也不用恐惧什么 该承担的去做 该放手的放手 该拿的拿起来 绝照清楚了 有时候 其实在修道路上 还有一个 如果 你不是在度众生 用三巧方便 在说法的话 一诺千金 这样你说 就做 这个蛮重要的 我不是这个说 任何一个人 去承担 那个会导致你 获得无畏力 菩萨的无畏 你不再畏惧任何事情 你不要以为 无畏是从哪来的 担当来的 菩萨的无畏神通 从哪来的 不是他法力无别 就无畏 那叫自大 无畏是从担当来的 愿意担当 就算这次失败了 我死了 我都愿意担起来 那是担当了 神通广大 或者法力无别 他总有三万有三 人外有人 他也会失败的 他如果他失败 他死了 他也达不到无畏 他只是我慢 就是那些江湖上 你忘了看经文小说 你知道有些 孤独求败 那些江湖人士 他不叫无畏 他是慢 他虽然瞧不起 他觉得没事 他不是没有恐惧的 但无畏是没有恐惧 是从担当来的 不是你有多大的力量 也许这个担当 你什么也没有 你担当起来就死定了 但是他不怕 这才是无畏 就这个因果 可以出来无畏的 不怕的 你想了生死 生死人开破 就了 不是坐在那 时间空间就消失了 都只持正的 担当不是一个母骑士 只要担当 我就把这个杯子放在我头上 不是这样 当你在逃避的时候 让解自己 为什么逃避 恐惧什么 遥遥风明 那就叫担当 你就懂了 遥遥风明 有什么逃避 不知道自己的忙去在哪里 没有行动 也不算担当 有些行为 你会伤害到别人 那就担当不值得 对成长没有帮助 有些行为 你不会伤害到别人 还会累到很多人 那个时候 可能对你自己是没力的 那就叫担当 就像 金摩罗氏 当年 她妈妈是有神通的 她妈妈 她十几岁的时候 告诉她说 你未来 要去大堂一斤 震荡嘛 当时大堂叫震荡 是一斤 但是 对很多人有力 但是对你自己是很坎坷的一生 就是没有任何利益可言 你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我可以带你去印度 她妈妈跟她说 你跟着我 就离开这 那么小的 就马罗氏就说 你说她说什么 说如果我能把 打成佛把传到正当 即使受 就是那种隆丁之贺 就是火 就是被那个热水 烫烫的水阻牢 我都愿意 就是那种 在那个丁里边 被蒸被煮 我都愿意 那么小的孩子 对佛法的正之间 能够解决到那个程度 真的是大根气 这句话说出来 你都觉得这件那么小 跟她妈妈就这样说 一无反过 她怎么发出来 真的是那种心 她妈妈说 那你自己看了 我走了 她妈妈就走了 她妈妈去印度了 然后她回到达 她从这边 一生坎坷 一直到五十几岁 她是为一金而来的 而生的 她是为一金而生的 一直到五十七岁 五十几岁才开始一金 几乎一半的生命 她活了才多少 就没了就活了 年岁不差六十几岁 不到七十我记得 六十七八 她有三分之二的生命在浪费啊 竟然在战争里边 在流浪之中 在跌波之中 她都不在讲法 不在一金 她是为一金而生的 但是 正因为那些流浪 那些跌波 是她对汉文 凡文 各种语言 尤其对 汉语言文 就是她了解的 她有很通俗的语言 能依存 其实那些磨刀不误坎才光啊 就是说 虽然那几年没意义 但是她对汉文 了解的越来越多 更通俗 那个时候 后期 到她五十几岁的时候 她一时的 精彩是最好的 最优美的 很多人能看懂的 但是她那种怨力 那就叫难道 对自己不好 但是能利益很多人 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人 有很多这样的人 那就叫担当 知道吧 不管你活成哪一道 你都会死亡 有价值一点 对 选择一世做得 有点价值 死不其所 也许有一世 你是死得有价值的 不要每一世都那么死了 每一世都吃喝完了死了 每一世都吃喝完了死了 吃喝完了死了 吃喝完了死了 多傻呀 没什么傻 是不是 有很多人也想这样发愿 但是 你不是那个为一经而生的人 那那么多人 只有九摩罗师一个 只有一个九摩罗师 他生下来为一经 他是欺佛之师 他一直就是为一经而生 每一次生 都是一种佛 只有他给一经的 所以你要修正 不知道 你怎么能发出那种怨力呢 那是根气 那是根气 你发不出来的 嗯 对 你会捏上你妈的 别说 我是举个例子 你妈说我去一堆 你带上我吧 我十岁 别说是一经不一经了 未来还什么样 反正现在我也不一经 你搁着你走吧 明白吧 所以如果我们不选 我们自己 我们根本连那个机会也没有 你连你连利益众生的机遇 机会都不给你 你不可能做到那件事 你做不了 是吧 你如果不是欺佛之师 你不是为一经而生 你就是要发出这个愿 你能做得了吗 你能把经典移出来吗 那不代表我们不发 他也是从很小的愿 一次一次利益众生的愿 最后成就的 这个世界没有谁值得他懂 知道吧 如果说渺小 渺小的不值得一起 地球还是一定微强 如果说伟大 每一个众生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伟大得不得了 只是你怎么活而已 就是说 一个像金摩罗是这样的人 只是他怎么样活而已 活他自己而已 就是你怎么活 你活得像个蚂蚁 还是像个被他 你怎么选择你的生命的立场 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选择各种方式来活 今天就是这样 有一天我们坐在一起 交流这些事情而已 今天我坐在这儿跟大家 我们一起去分享 交流这个事情而已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 选择的活法 有的人 真的是忠于泰山 有的人亲与活毛 一生 不管他拥有名利 却拥有多少东西 他都轻 渺小的不止的一起 在历史的场合里 他生生世世就那么 死得像个蚂蚁 不是这个世界人不善待他 不是他自己 学着那么被渺小 到学则的 他从来不会另一边 从来没有一面啊 今天每一个在大成国 国教经典里送你的 你知道当一个人 真的才在 中国俄式译文里面 他思维的是 那一刻 那解脱的那一刻 他真的会同意他 没有他的奉献 哪有能 都可以解脱 真的是太伟大了 真理啊 在这个世界 传播真理的人 我们说过什么 什么也没有 然后坐在这儿 就想成佛 就想成道 想不付出一点点 就想成道 而且谈人尺脉也还不断 你想想这个世界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什么也不想担当 就是这样子 而且 这个世界有的都想要 而且头脑是如此匆忙的 穿越在这个世界上 绝不停留 为任何人任何事 说是不着想 其实是啥也不在乎 啥也不在乎 只在乎自己而已 其实有时候看我们 是如此的无情 我们如此充满的 充满的 充满的无情的走走 你不知道 根本不在意 你说我没看见 众生的死活 我没看见 众生的苦难 是你根本不在乎 然后你说我太渺小了 是你如此充满的穿越在自己的谈人之脉 如此充满的游行 所以你看不到别人的 所以你不会 你永远看不到 其实再说一个 我们今天是成道者 我们想修行 我们想解脱 我们想从事空里面解脱 我们想成佛 我们是成道者 我们是修行人 所以才说这些 如果我们是五义之乐 只是在这个世界上 母求一个植物 然后呢 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的人 这些话都倒不 没用的 这些话听这些没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你坐在这个道场 准备做一些事的时候 请把这些话听进去 如果你坐在这个道场 准备想在佛法里面 获得佛的智慧 获得一丝半点的话 请把这些话记住 真的是 生命不是那样活的 生命是 不是只为自己的 不要以为 救摩罗斯的那些 好严照遇 那些行为离你很遥远 你可以是他 每个人都可以是他 他跟你一样有血有肉 他有痛苦 他有烦恼 他也很无奈 是不是 他被抓住了 逮住了 他也没办法 他跟你一模一样 只是他选择了 那一种活法而已 知道吧 只是那个机缘 让他去医经 那个机缘 他比你更 那一刻 他对经历的了物更多而已 但是在担当这件事 其实一样的 知道吧 那个 就是他怎么选择 生命这一刻 有很精致的清洁工 未必 不比一个 什么高级白领 没有担当 要扫一口 所以 这个世界 这你的发心 其实真的是 不在于今天做了什么 当然说 你发了心 然后按照自己的学生去做 真的不在于说 你念过多少书 或者是你真的不在那些 休息尤其是这样 你头上那个光环 真的不因为你是个博士冒出来 还有圆圆 那个圆圆的那个环子 是因为你的品质 因为你的力 它无我 那个环子就圆了 这都是 如果你自己 你贪得吃买打变的头上 只是嗚嗚嗚嗚嗚 毛的东西也不一样 比如说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去比比 比如说 就是很多外企的以前的朋友 你站在哪里 那他们在做事世界一切的时候 你站在那你能不能想到我所修行者 就是我所修行者 有些事情我是不做的 有些事情我可以做 或者是有时候能发现 他们快乐我就快乐 这才是一个修道的吧 如果你站在那里 哎呀我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你看我修行这几年 我都跟世俗越来越远了 跟他们都不一样了 没话可谈了 又啥不一样 是每一刻面对他们的时候 面对那些人的时候 你说我是一个修行者 我现在在修行 我现在在道上 他们是在轮回之中 我在解脱道上 每次都是这样想的 我在解脱道上 我跟他们是不一样 现在的吃喝拉扎水都不一样 我更有约束力 我吃素 我更有约束力 是不是 我不能随心所欲 我有那样的 我射心 因为我是想收射自己的内心 因为我们心如缘口 如果放纵它 你是永无自尽的管不住它 那么如果是我在射心 或者是我的心 已经不着想了 那么我在破风底 各种不同的阶段 是不是 我的头脑已经破了 而言对立的东西 我在思绪 那些慈悲或者智慧 或者爱的品质 或者是如如不动 但是你在做什么吧 在哪个角度在修行 每时每刻都放在自己 在修道的每次 而不是它跟它们不同 不是宇宙不同 就是因为它们一直在轮回中 在放逐着自己的五欲 在太秋五欲之乐 所以它们一直在轮回道上 那么你已经翻回来 在解脱道上 你是这样走的 它是这样走的 所以肯定有些行为 有些想法不一样 肯定你往这边走 他往这边走 慢慢慢慢 你都越来越远 并不是说你变了 或者他变了 是你学的漏不一样 也许他们说 你看你一无所有 你也没成到 你看我们现在又有车 又有别墅 我们什么也有 我们又当官了 或者是什么 你说我学的漏就不是这个世界 我想我从这样解脱 我从轮回就解脱 那可能我精神都不能完成 但是我选择了 五月五会 我走下去 也许我今天很贫穷 没问题啊 你有自豪的那一下吗 因为站在他们面前 站在那些 坐在宝马 坐在蹦驰 坐在一些名车 坐在为别墅 为他们拥有的那些财富 或者什么 他们自豪的那个人面前 你很自信吗 然后如如不动地跟他说 我们是拼的 然后一点也没有羡慕 一点也没有惊讶 一点也不觉得好 或者不好 是不是 然后你说我在解脱道上 现在还没有成就 我很惭愧 你看你在唯一之乐上 拥有了一些东西 你也是付出的 随形 但是这是个轮回之道 这些东西 有一天你会失去 死的时候你会失去 而且下一次 你不知道在哪 但我在解脱 我将你解脱越来越紧 知道吗 这就是不同啊 这个世界的人都不同啊 然后你是什么 或者是我们是什么 站在那些人面前的时候 那些朋友面前的时候 世俗的我也失去了 乘到我也没车 好失度啊 两边不找啊 是不是 俩别不找 是吧 世俗的我没拥有 成到我没成 我好失败啊 是不是 我是举个例子 不是说你 如果你偶然有这种想法也可以 就是你好失败啊 是不是 或者是我好失落啊 什么或者是 有什么失落 你选择的路就是解脱道 解脱道刚开始是 以五一之路被盗的 因为你要收射欲望 收射吸气 要入入不动 要安住 所有的一切都跟世俗法是不同的 那肯定是这样往前走 那走到破了分别 你再回来 破了分别以后 两边才合问题嘛 是吧 一开始是 跟世俗有问题的 他选择轮回之道挺好啊 我没觉得他不好啊 问题是你选择了解脱啊 我就对你说 他轮回我也不说啊 轮回挺好 尽情地享受五一之路啊 不要怕勇敢的啊 我也会这样说 但是你要解脱嘛 你不是现在在解脱道上吗 所以我对你说 勇敢的啊 解脱道 没关系啊 一无所有也 永远就拥有自信 老早就一无所有 是啊 但是你不要觉得 你是失败的或者失落的 离解脱会越来越近 是不是 因为你总得拿出时间精力 去做这件事 你既然选择了五月五回 甚至连裤子也没得穿五月五回 吃着脚也五月五回 要怕什么呢 不就是这样吗 终极大家都会走向死亡 不管他多富有你多贫穷一样 心不贫穷就行了 其实这不是说大道理啊 真的能做到 站在那儿真的是活得像中佛 人家佛基旨就是脱博乞讨的 说句话 叫七四不能说乞讨 但是人家活得光辉菜来的 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富翁能比得上他吗 站在人家面前都渺小 都畏袖 倒不是说让你一无所有 你也可以拥有很多的 你好 但是拥有的那些东西 你会执着的 在你执着以前 什么也没有 我告诉你 破不了执着以前 一无所有 我猜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是 会失去一切 因为太自主 解脱到时候就是这样的 慢慢失去 失去 一直到你觉得没有失去的感觉 不再觉得失去了 没了 破了 因为连失去也没感觉了 那么说明这个东西已经不影响你了 那就不用失了 在另一个点上修 游游不动 游游不动 一直一直一直 一直到 如果你有失去的感觉 永远不是 在这一刻 永远没及格 就是我们是修成一种 我们是解脱 到时候在这 为什么我们 不会活的光辉灿烂 大家不像 你看 你看 脸 都像 为什么会哭不开眼 为什么佛陀的智慧那么散光 在这个世界下 像摩尼宝珠一样 为什么不能照耀我们散光 就是说 你的心中对这个东西怎么看 你得到宝了吗 一个女人比这个东西更重要吗 还是一个男人比这个东西更重要 这个东西竟然不能让你 红色散发着光辉 你知道吗 你觉得它重要 你想要它 还是你想通过它 获得这个世界的无欲者更多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直接是有问题的 绝招一下 如果你获得的是摩尼宝珠 佛陀的智慧像摩尼宝珠一样 这个世界的无价值宝 获得这个东西 你竟然不能脸上放出光彩 你觉得没得到 没得到 但是你听得到 你每天都在学 你一点点开心也没有 是不是 那这个东西在你心中 到底在多少位置 你在这个世界 拥有一个手机 你都开心一天 然后一个摩尼珠 你获得了 闻听到了佛 元气星空的理论 你没有开心半小时 你说这你喜欢藏刀 这骗谁呢 是不是 还要看我们的修行人的脸 永远是贫苦 永远是觉得 一无所有的 智慧啊 在哪里 拥有智慧啊 头上要放光的哦 佛陀的智慧是金光啊 在法界都闪耀着光芒的哦 这个世界的东西 钻石 金子 随便的石头啊 说句老师 如果你站在虚空中 那不就是个散光的石头吗 只不过人力赋予了它 永恒 赋予了它什么什么价格 那就是个石头 说句老师 就是从三里开采过石头 在其他世界可能满地都是 还真是啊 但是你要拥有佛陀的智慧 就是这样看哦 是不是 如果你连这点之间没有 你怎么能 在解脱道上变得富有呢 你不去工作 不去赚钱 你不去追求这个世界的名利 你怎么能够富有呢 如果你不觉得佛的智慧 像一包金子一样散光 你怎么能富有呢 如果你看到佛法 不是如机四可 不像美丽的姑娘一样 你怎么能富有呢 是吧 不是 如果你看见一个 街上的美丽姑娘 你觉得她不是 你怎么能感觉到你富有呢 你永远是贫穷的 我告诉你 你永远站在那儿 觉得很有缺失 永远是落魄的 看那些修行 一看就是落魄 一看就是这个世界上 没露走了才去修行的 逼的 难道你们是吗 肯定不是 我们是自己选择的 你知道这多大的福报啊 你自己选择要修行 我们不是逼上梁山的 自己选择修行的 你要很富有的 知道吧 一个要头上梦光的 因为智慧 因为佛陀的智慧在这里 这地球上最重要的东西啊 地球上最 闪光 最重要的东西是 它不是金子 不是元宝 不是钻石啊 如果你一手拿 如果你因为这个钻石而弃 佛法不顾 你知道你多无名吗 你们要为佛地质 争点光啊 别让人家磨到笑话了呀 不要苦兮兮的 穷兮兮的苦兮兮的坐在那 不是那样的 用佛陀智慧在这啊 你是佛弟子啊 富有一点给大家 在内心里边富有一点 富有的不是金钱名利啊 是佛的智慧啊 你就把它当成魔女柱 放在你的胸口 那就是啊 释迦牟尼 你死住这个地 它就是地球上最闪光的东西 它就是 就是众生的医子啊 它就是我们的归宿啊 那里边包含着永恒的爱 包含着智慧 包含着无限的智慧 包含着你要的所有的一切 就在那啊 你要的所有的一切 全在那个柱子里 知道吗 智慧之中 但是你现在在闻听 你在学啊 你在修啊 你要拥有它 佛说 它就在你衣服里边拴着 有一天你会发现它 你的自信啊 你是拥有的 只是你不知道 就是 别过得像个瓶子 只能死 佛能成了脚 别那样子 这个世界的任何的事情 你都不能 都要你那种散光 心灵的散光 我是佛弟子 就这一句话够 知道吧 我将拥有佛陀 圆满的智慧 我叫正等 用这几句话 你已经是法界最富有的人 我告诉你 剩下的都不屑 这叫佛慢 知道吧 学会了 知道吗 最起码我们要做到的 不然这个世界 你看看大家修的 你看看出去很多 而且笑话 看那些佛弟子 穷酸的 穷酸的 我们是 我们穿的破烂 我们的鞋漏脚趾头 我们没写买名牌 我们没钱 我们没别墅 没汽车 我们在解脱道上 没问题啊 我们钱不多 如果大家说穷师啊 你有佛的智慧吗 先问问他这个 你有佛的智慧吗 其他的免谈 你有多少钱 你有几个别墅 你有多少对我不在意 我今生不是为这个来的 我为佛陀的智慧而生 就是这样 自己这样认为啊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多如药啊 在法界里边 六道顶礼啊 知道吧 是你自己把自己看清了 放到了 放到了最低的位置上 你自己毁掉了自己 自己毁自己的名声 自己要了身价 对啊 自己降位了 如果内心有强烈的渴求 你怎么能富有起来呢 有恐惧 你怎么能富进去 你恐惧什么 福定的时候 连生死都不怕了 生死都了然了 知道吧 做着吧 福定是无畏啊 啥也不怕 什么都淡定 这世界如文化 也如游戏啊 不怕秩序 不怕德啊 什么都不怕 不怕无聊啊 不怕孤单 不怕去世间忘了你 你也不怕忘掉去世间 什么都不怕 佛弟子啊 这才叫佛弟子 这个就不给佛丢脸 否则都给佛丢脸 你做释迦牧 你不会说 哎呀 你不配呀 做我弟子 最起码的 做释迦牧 你弟子 不得有这点数字 否则被捉出私门 知道吗 你们都是大臣跟气啊 好得有点 哎呀 大臣气象嘛 哎呀 坎然面对自己的身心欲望 是其坎然面对外在的 外在的那些 浮游一般的荣华 坎然面对这个世界的 得势跟无奈 坎然面对真的是 沧海一声笑啊 无奈的时候也能笑出来 能幽默能笑 能淡然能淡定 能悲能喜 真的是 大招呼行径啊 就是那样 佛弟子 否则我们还算 算学佛的嘛 连学佛也算不上吧 小理小气的 坎然荡荡 面对的是三界六道啊 不是那些小八卦 什么那些东西啊 在眼前的那些 那些东西啊 色相 眼前的那点色相 被眼前的一点点东西 就转了 还是算佛弟子 被这个东西就转了 不管哪几方向 不管你是贪承其门 不管你是慈悲 还是什么 下个地你就转了 分别了 不要分别 自己休息之后 分别了的时候 自己停下来 不要分别 执着的时候 自己放松 不要执着 就是这样 看你是在哪一块出问题 绝躁 然后找到自己那个点 然后放心 你总有一切会解脱的 会自在的 一定会从这些东西解脱出来 从这个世界困绑你的一切里面 解脱出来 这些东西都不屑的 真的 都是子老婆 能够捆住你的 都是子老婆 都是幻境嘛 佛事 你是如来嘛 怎么能困绑你 只是需要时间 你不屑的努力 不屑的去解脱 只要在解脱到的 总会圆满 你不屑吗 何好的 喜欢我 你不屑的 什么东西 你不屑的 你不屑的 都带着什么